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仓大概25% 减仓大概25%的一个位置 那今天这个图形往上跑 澳币对纽币这个图形 618一过 底部一个3K反转往上跑 阴跌下来 阴跌下来 这个单 底部有大概50点 50点做一手交易 就是做一手交易有500纽币的这个盈亏 500纽币的盈亏 嗯 有500纽币的盈亏 那我在这 500纽币的盈亏 这个单 来看一看啊 看看它跟这个 呃 线形位置的对比关系 还是 穿出一根大阳线出来啊 在这穿出一根大阳线出来 站上 站上我们所说的月线 又回到了中间的一半啊 澳币对纽币这个图形 冲高回落 这今天的行情从1.0388开始 最高 在这儿我们把这个止损守到守到下边啊 啊中间入场位置呢 188啊给他一个188 止损的价格呢 3888啊3888呢 888188啊中间大概30多点 获利获利的位置呢 我先不设置 或者设置在 这样的话它获利呢 会有70点啊 止损大概30点啊 两倍左右的啊 这个空间 啊稍做一些调整啊 稍做一些调整 把值把这个止损价格呢 再往下走一些啊 啊688 然后在这儿呢 我们再往上走一些啊 再 好给他 啊就是其实让他跑了啊让他跑 等这个行情跑开的时候了 然后再做动作啊 再做新的这个调整啊 日线图我们我们做到 呃高点会做到588啊那让他弹上来啊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一旦反转啊就会就会走出一个类似这样的行情 一旦反转就会就会走就会走走这样的行情 这是技术面上的这种讯号 好所以在这儿 所以在这儿把这个单了也给过 给到过给到过大家 嗯我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啊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把这个单给到大家 让他弹到我的手机里面 然后我把这个单呢发送给 发送给大家啊这个单还在运行当中啊